来源新欧洲 话说今晚就是万圣夜了 小朋友们期待许久的装身弄鬼 挨家挨虎撬门讨堂的日子又来了 虽说现在的万圣节基本上变成了一场 人人都可以参加的大型式装秀 但做着鬼脸的南瓜 闪着灯的小鬼魂 化妆成女巫的孩子 都把氛围炒得极浓 也是生活不就得靠着一个又一个的仪式感 来保持热情吗 但如果万圣夜的化妆派对 是在家旁边的墓地举行呢 都不用过多装饰 惊悚感是不是就能瞬间提升了几个level 此时有人可能会说 谁会这么挑战极限 真的住在墓地旁边啊 巴黎人立刻举手 我 是的 在寸土寸金的巴黎 墓地旁的房子不仅更贵 而且还抢手到不可思议 此话不瞎说 有数据有真相 虽然去年 法国房地产评估平台最佳经纪人 Milers Agents 就会不会住在墓地旁边做过一个调查 当时有三分之二的法国买家都表示 自己会尽量避免购买临近墓地的房产 但不好意思 法国人说是一回事 做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趁着这次万圣节的热度 法国个人住房广告网站 太不决定 掏弃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 又搞了一个调查 主要研究的命题是 在人口密度如此高的巴黎 到底存不存在墓地效应 结论很令人惊讶 家人们住在墓地旁边 与逝者为邻 真的不便宜啊 至于具体有多贵 咱们就从巴黎二十区的 拉雪兹神父公墓 Taleshays开始说起 这个公墓对于那些 但凡做过巴黎旅游攻略的 朋友们来说都不会陌生 毕竟大部分人的人生中 都可能有至少一个 认识的人葬在这里 莫里埃 巴尔扎克 普鲁斯特 王尔德 肖邦 爱迪特 皮亚福 而这不过只是 拉雪兹名人榜中的 极小一部分罢了 这是巴黎最大的公墓 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公墓之一 每年能接待约350万游客 但千万不要 就此把拉雪兹神父公墓 看成一个纪念公园 或旅游景点 直到今天 这里仍然是一个活跃的墓地 里面约有7万个坟墓 和26000个骨灰盒 每年会举办近一万场葬礼 和许多纪念仪式 不过根据调查显示 这附近的房价 并没有因为墓地的存在而下跌 相反 这个街区的房价相对稳定 中位价格为 每平方米9885欧元 与巴黎的平均房价 每平方米9857欧元 相差不多 是的 号称坚挺的巴黎房价 在过去一年的跌幅 已经达到了4.8% 理查德 Richard 就在距离 拉雪兹神父公墓 几米远的地方 拥有一套106平方米的住房 当初买下它时 这哥们看重的 就是公墓的环境 说真的 拉雪兹神父公墓 就是一个和平的避风港 是巴黎市内难得的宁静 且舒缓的地方 这里有很多绿色植物和鸟类 是城市中的乡村一角 如今 它转手卖房 也坚持 这将是未来买家的心仪之处 不过 理查德开出的卖价 为每平方米 10200欧元 虽然略高于巴黎平均房价 但它表示 根本不筹卖 我一个月前发布了卖房广告 已经有几波买家来参观过了 从来没有人对墓地发表过意见 相反 每个人都认为 这是一个安静的地方 既靠近干贝塔广场 Twist & Beta 还交通方便 有几条地铁线路 此外 墓地位于一个小山丘上 巴黎夏天很热的时候 公墓里依旧凉爽 去那散步 还不会遇到跑步的人或狗 绝妙 这么听起来 好像也有点道理 懂取其精华 起来之安之的人 会比较容易快乐 再来看看 巴黎另一个知名旅游景点 位于西北部第18区的蒙马特公墓 Cimetière de Montmartre 或许它不如拉雪斯神父 公墓流量那么高 但名人效应在这里 已然存在 小众马 斯汤达 海涅 异象派画家德拉 法国传奇歌后 戴利达等许多名人 都葬在这里 如今 蒙马特公墓 拥有2万多块墓地 每年埋葬约500人 这里的房价略有上涨 中卫价格达到了每平方米 11266欧元 比巴黎平均房价 贵了11.3% 夏琳 Charlene 就刚刚结束了一份预售合同 以23万欧元的价格 出售了一间 约20平方米的单间公寓 算下来 差不多是每平方米 1万欧元 对于他来说 墓地在旁不影响销售 房客从没向我询问过墓地的情况 尽管从楼梯的窗户可以看到墓地 而且我这套房子的建筑里没有电梯 坦白讲 这也不是价格谈判的焦点 无论是租户还是游客 都喜欢能够在家附近散步 即使是墓地也没关系 我们去那里 就像去公园一样 或许 这可能是传说中的墓碑景房 接着 向南走看看 位于巴黎十四区的蒙帕纳斯公墓 Cimetière du Montparnasse 与拉雪斯神父公墓 蒙马特公墓一起 共称为巴黎三大公墓的蒙帕纳斯公墓 依旧走的是大且文艺的画风 现实主义作家莫伯桑 诗人波德莱尔 数学家庞加莱 汽车工程师雪铁龙 都在这安家 从天空俯瞰 就是一个被树木环绕的 密密麻麻的城中村 神奇的是 这个公墓周边的房价远高于该地区的平均水平 根据Mailers Agents的数据 10月份为每平方米9667欧元 根据调查显示 这里的房价中位数为每平方米12126欧元 比巴黎平均价格高出21% 克拉雷房产公司 Claret Immobilier的创始人 Laret Immobilier的创始人 尼古拉斯 克拉雷 Nicos Claret 对此有自己的看法 这里更安静 而且没有任何面对面的紧邻住房 采光充足 一句话点出三个关键词 果然是深究过买家心理学的位 然而吧 这个平均价格并不是绝对的 比如公墓旁边富瓦德沃街 如Froid Devil 上的房价就因楼层和房产状况而差异巨大 克拉雷房产公司 刚刚以112万欧元 也就是每平方米16000欧元的价格 出售了街上位于顶层6楼的一套 精装修有品位的70平方米公寓 一般来说 三楼以上的价格大约在每平方米 一半2000至一半4000欧元 而三楼以下的价格则在每平方米一半至一半2000欧元 但这更多的与光线有关 而不是与墓地的景观有关 当然了 巴黎市中心也是有公墓的 像是巴黎五区的先贤祠Pensian附近 房产中位价格为每平方米13225欧元 比巴黎的平均价格贵32% 拉夫雷房地产公司 Laforot Immobil的一位负责人 法比安帕瑞特 Fabiam Torrut表示 景观是不可否认的优势 能看到先贤祠总是好的 但与埃菲尔铁塔或巴黎圣母院相比 容纳我们伟人的古老教堂 并没那么受欢迎 选择先贤祠周边的买家 更多的是冲着学区房来的 这附近有法国最好的学校之一 亨利四世中学 当然了 这个街区的氛围也不错 其实不仅是房子好卖 这附近的房子也特别好租 法比安帕瑞特觉得 这就是房价高的原因 买家知道 在该地区能够轻松地 把房子租给学生 即便隔壁步行街和酒吧的噪音 都不能减慢他们的购买速度 真的 这街区的好房几乎是秒出 举个例子 位于拉普拉斯街 如勒普拉斯 一套位于四楼 三十五平方米的 两居式电梯公寓 不到一周 就以四十六万四千欧元的 价格售出 即每平方米 一万三千二百五十七欧元 而位于幕府塔街 如毛菲塔特 的一间十八平方米 可以看见先贤祠的单间公寓 也以二十六万七千五百欧元 一万四千八百三十三欧元 平方米的价格迅速出手 连价都没砍的那种 在巴黎七区的荣军院 Invales 也就是拿破仑墓地所在地附近 房价简直涨到没眼看 这里的中卫价格 升至每平方米 一万六千零三十三欧元 比巴黎平均价格贵百分之六十 不过 第一城市咨询公司负责人大卫 阿祖莱 David Esley 表示这价格多少有点虚高 一套状况良好 能源达标 且能看到荣军院圆顶的公寓 确实是这个价 但平均销售价格 更接近每平方米 一万三千至一万四千欧元 总而言之 在巴黎 有个房就不错了 墓地有什么不好 安静还有鸟语花香 重点是 还不一定买得起好不辣 我来说 都要认为